直接从GPS里面呢 可以得到你现在的坐标 那你的坐标它自动会帮你 用那个GeoCoding 帮你怎么样的解译 知道你现在的位置 然后帮你输入上去 然后呢第一种方式GPS 第二种方式你又自己输入上去 比如说你要从哪里到哪里 那我上个礼拜有示范给各位看 比如说我今天呢 需要从台北车站 比如说我从台北车站 要到我们学校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 比如说这个地方已经有显示 那你可以按路径规划 那路径规划之后 它会有三种模式 一种是自行开车 一种是什么大动物运输 还有一种是步行模式 那实际上 如果说你懂得这个地方应用呢 实际上这个部分也可以用在手机上面 所以呢如果将来呢 像我最近有想过说我要写一个APP 这个APP非常简单 比如说呢给开车族用的 因为常常有很多开车族呢 因为现在汽油很贵嘛 那如果说我可以写一个APP很简单 我只要告诉你 你只要告诉我目的地在哪里 那我可以从GPS知道你现在的位置 然后呢告诉你说走哪一条路最省 最省油 最省油 那如果说呢里面我可以取得哪里有塞车的话 我也可以跟你讲说你可以回避那一条 因为塞车的话呢 当然也是浪费时间又浪费汽油 OK 那当然如果说你要规划出路程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Google map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大众运输有没有 他也可以帮你取得相关的讯息 那如果说你取得讯息之后呢 也可以输出到那个APP上面 也可以让使用者知道 比如说你将来要做一个什么呢 乘坐大众运输的这个工具的APP的话 那也可以直接从Google map里面取得讯息 甚至如果说他要走路的话 要怎么走 那实际上这边也可以显示出来 我想各位稍微玩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进一步 看一下如何在我们的那个Google地图上面呢 打标记APP的这个使用方式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